八里区隆敏路一段428巷口 至隆敏路二段敏昌國小前路口 柔宜紅綠燈的距離長 加上道路比直 竟成為超跑重機飆車競速的場地 車輛競速產生的噪音 讓沿途住戶及社區苦不堪言 我們地中海社區在這個地方 已經滿久時間忍受了噪音的這個騷擾 怎麼樣的噪音呢 很多的朋友們來到這邊 尤其是我們前面的紅綠燈 當作一個起點 作為飆車競速的一個場合 不管是超跑還有重機 那個聲音之大 造成我們極大的困擾 新北市議員蔡景賢接貨陳情 召集相關單位會堪 要求環保局在這個路段 偵測噪音偵測照相系統和警示牌 希望用科技執法來嚇阻飆車歪風 因為下一個紅綠燈很遠 但是在住很多 還有一個學校 什麼噪音相當厲害 所以主要叫我們來設一個 叫環保局設一個照相 能夠測試那個噪音 給客戶作用 我們會在這個社區前面這邊 會裝設一個科技執法的設備 來取締噪音車 那整個設備的一次的一個時間點 大概我們會在 盡量在10月底之前 會提前來把它完成 那我們希望能夠 讓這一段的一個住戶 能夠得到一個安寧 環保局指出 車輛噪音過大 不被取締 第一次罰1800元 並採暗次累罰方式 呼籲駕駛朋友 不要改裝排氣管 或不當抄駕 共同維護環境安寧 記者如同採訪報導